這個寶箱要怎麼拿? 你只有一根棒子而已 這個很酷的齒輪的關卡 你卡關了嗎?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 撒達傳說王谷之類 我是奧維 今天我們有幾個神廟 叫做李歐高渴神廟 在初始台地這個地方 整個初始台地的算是 西邊 我是從空中的神廟跳下來了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吉諾多卡歐神廟 在初始空島的附近 南海拉魯天空諸島這個地方 我直接從這個地方跳下來 隨便從哪個方向跳下來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今天要去的神廟 看到了嗎? 在這 那我們就往這個方向飛過去 這樣子我們就到了 我們今天的神廟 這個神廟的謎題叫做傳遞力量 我們就用前面這根棒子來傳遞一下力量 我來把這根棒子放在齒輪這邊 黏起來 然後把我的齒輪打開來 讓右邊的齒輪傳遞力量到左邊 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個房間 下一個房間你會看到有一個寶箱在上面 我們現在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只有一根棍子 要怎麼樣用棍子來拿到寶箱 你可以用你的救急手 把這根棍子 抬起來,抬到很上面 然後附加在寶箱上面 寶箱就會被你吸到下面去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拿寶箱 寶箱裡面有一個弓 魔像之鋼弓 看一下大家不要拿 我自己就不拿了 拿到這個寶箱以後 我們把這根棍子拿起來 結合在這個機關這邊 用救急手打開機關 我們就拿到另外一根棒子 把這根棒拿出來 黏在... 這個地方 這個板子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傳遞力量 我們拿這根棍子 來傳遞齒輪的力量 來傳遞齒輪的力量 然後把這根棍子放在這邊 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黏在這邊 然後這個齒輪有個地方 可以帶動我們的板子 像這樣 這樣就可以傳遞力量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通天術上去最高的地方 然後等著齒輪再度帶動我們的板子 來囉 像這樣我們就過關了 很不錯的關卡 那我們拿到祝福之光以後 就離開這個神廟 這是今天的薩爾達從事的王國之類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回收更多更多 跟薩爾達從事的王國之類相關的影片 我是魏惟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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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星期見